什麼叫轉化學習呢? 就是你經歷過一些事情 然後你從這個事情裡面去反省 然後得到一些結論 這個結論讓你整個人產生一些很重大的轉變 這個叫做轉化學習 就是華倫班尼斯這個歷程 你經過一些經驗 這些經驗你經過反省之后得到一些意義 然後你這個人產生了一些重大的轉變 然後變成一個領導人 這個叫做轉化學習 轉化學習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剛剛講的反省性的實踐 反省性的實踐顧名之意 就是你先反省 然後呢 你就會產生你的新的行為嘛 你會去實踐啦 你整個人的行為就會改變了 所以重點不是經歷什麼事情 而重點是反省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在強調 然後反省性的實踐 它的基本概念是一個東西叫做實踐智慧 實踐知識 它很重視這個東西啊 實踐知識是相對於我們傳統上面的 抽象的 抽象的 理論知識 用比較白話的講就是接頭智慧 用比較白話的講就是接頭智慧 實踐的知識啊 這個實踐知識它的意思是什麼 它的意思是說其實知識是存在於情境之中的 又叫做情境認知 過去的教育喔 也是很重視經驗 可是他們覺得經驗是什麼呢 經驗是學習的一種方法 換句話說是你透過經驗一些事情然後來學習 譬如說兒童教育也很重視經驗啊 他會讓兒童去操作一些東西嘛 DIY嘛 或者是去參訪嘛 看博物館去參加動物園植物園 藉由這個經驗他能夠學習到一些東西 這個是過去的思維 可是成人理論喔 他不這樣認為 他認為什麼 經驗就等於學習 經驗就是學習啊 而不是透過經驗來學習喔 所以你的經驗這個本身就很重要 然後經驗就是學習的意思就是說 情境認知的意思就是說 你學到的東西是在這個情境之下有用的 譬如說齁 我們最近這個因為許老師的這個媽媽的緣故 我們都有去醫院看這個許伯伯啊 喔 對啊齁 我媽媽生病不是我爸的生病 這個看 但是我們去有感覺好像都在照顧許伯伯 他會一直跟我們講說齁 他已經不是時代齁 怎樣 多厲害啊 他以前那個齁 那個齁 多厲害 日本人都齁 對啊 都沒他那麼專業啊 這時候這個大學教授來齁 跟他講說你這個做法齁 可能有什麼問題 他很有自信啊 他說齁 你那個是課本裡面的理論啊 跟我們這實際操作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齁 實際的時候這個齁 電流啦 什麼溫度啦齁 酸鹼池什麼什麼 那都不一樣 都會變動的 對啊 所以他學到的知識是什麼 他學到的知識是在情境之內的 大學教授的知識呢 大學教授的知識是在那個 一個理想狀態之內的 假設氣溫都肯定 假設電流都穩定 假設什麼都穩定 之下呢 要這樣子做就會得到什麼結果 可是實際上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那個情境認知很重要 事實上你學這種抽象理論的知識哦 你要轉換到情境認知裡面 裡面會產現一些落差 理論上理論跟實際沒有差距 啊實際上理論跟差距有差距 哦 不到口令 對啊 所以理論跟實際其實是有差距的 然後這種你要得到情境認知哦 的學習方法最好的是用這種方法 叫做認知學徒制 學徒制大家知道嗎 譬如說我們這個盧大哥 他是做個汽車維修彈綱的 他就是從小就是做學徒啊 跟在一個師父旁邊啊 啊一開始可能也沒有學技術哦 一開始可能就負責掃地 清潔 啊這個客人來端插水 慢慢的就會去觀察 欸這個師父是怎麼跟客人應對的 啊怎麼樣齁 殺價啊怎麼樣污錢 偏向客人等等的 就學到這些情境裡面的知識啊 然後慢慢的才開始學技術 所以他學到的不只是技術 他學到是如何經營 這個汽車維修廠 這個東西叫做 學徒制嘛 啊認知學徒制一樣 也要跟著一個老師 跟著一個師父 長期的跟在他身邊學 可是你學的東西 是認知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的這個至聖先是孔子 他下面有三千個學生啊 比較有名的七十二個啊 這些人都是怎麼樣 長期跟在他身邊的啊 認知學徒制 如果你有看過周倫發言的孔子 你就知道啊 他說身邊隨時都跟著一堆人啊 然後他去喔 這個拜訪各國 然後或者是他在這個儒國的時候 當官的時候 怎麼樣應對進退 然後講了什麼話 對不對 旁邊的學生就把他抄下來 他就學到了啊 所以他是究竟觀察師父怎麼做 這叫做認知學徒 一樣是學徒 可是他學的東西是認知 這才有辦法學到情境認知啊 對啊 所以真正的學習是這樣子的 這叫實踐知識 跟傳統抽象的理論知識如關 啊領導人他們學的就是什麼 實踐知識 他從實際的經驗裡面去反省 得到一些知識 然後可以運用在真實的情境裡面 而不是那種抽象的學習的東西啊 然後 好